聽話可以嗎? 1 2 3 大家好,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禮 現在是7時40分,放生在... 喂!你妨礙我啊,走開一點啦 喂呀,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沒禮貌啊? 我們本來就是拍完的了,要再拍過了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讓我拍一下,你們好像很可愛 當然啦,謝謝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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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喂,是不是瘋了啊? 我是你的班長來的,為什麼不跟我說了? 我跟你們說,不要這樣對我啊 我跟你們說,不要這樣對我啊 好像沒有禮貌 你不要這樣對我啊 我跟你們說,要走開一點 好漂亮啊 那裡的 走開一點啊 這樣就不能走開 夠啊,你知不知道我啊? 他有幾強的 你真是傻丫頭 阿嫻,你還要我出現貨 蛤? 現在是7點上課 剛才正在學校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禮貌究竟是否重要 我們在課室放了秘密鏡頭 我們來看看能否入到它的反應 平時你這樣對我們 所以你這樣對你 所以你現在知道沒有禮貌對人的影響沒有? 是呀 各位觀眾,由此可見禮貌是非常重要的 禮貌是人與人溝通最主要的基本元素 中國古代西州的禮學陣道已經提到禮 現在很多國家都很重視禮貌 禮貌從古至今都是人很重視一件事 每個人都應該有 我們經常提到禮貌 但要怎樣做才有禮貌呢? 禮貌尊重也 禮貌成肯也 禮貌關來也 如為一班之長 禮貌作好榜樣 如此態度待人 非君子所為 慶快 廣教主 恩 關於今朝的事,我很對不起 原來被人無禮對待OOK 很不開心 下次我不會無禮對待其他的同學 不要緊,你知道禮貌很重要 那便可以 以後不壞一切都會原諭你 也要有禮貌對人 好